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如果整個地球吸到氣洞 就都沒了 如果一點點氣洞 就挺麻煩 那是 等了兩個禮拜 怎麼還沒有新聞 等待一天睡著 忽然間殺去 沒有 誇解 如果沒有氣洞 吸下去 那起碼有報告 大爆炸產生什麼 看到什麼 又沒有 後來查來查去 新聞沒有講 我查原來 它壞掉了 那個中指碰撞機 到它10月8日開動 10月18日 十天之後就完蛋 人類要想 當山地實在不容易 那產生一種磁力亞蘇 把那個銅管過熱 就滾不下去 他說明年再來 那好 明年才吸著過熱 不過這樣的一個新聞 這樣一個科學家做的 神當山地的這樣的一個偉大 又非常傲慢的一個實驗 它可能造成了西蘭波日 好像警告了我們 我們今天一天在爭取的 一天在說要搞這個搞那個 原來可以一剎子全都沒有 如果西蘭波日來年 那還搞來幹嘛呢 我們是實在這一切可能都可以幻滅 政治和經濟的爭奪 原來都可以一交變成幻滅 如果散通這個人生就有智慧了 但是閃不通 人類就是一天都會爭這個爭哪個 然後當時 當這個宗旨碰撞 一運作的時候 另外一個氣洞產生 在美國產生的經濟的氣洞 這不是一個金融的海銷 而是一個金融的氣洞出來 有些科學家曾經提議說 宇宙一切都彼此相關的 那個叫Syncholicity 這裡搞一個東西 可能另外的地方產生影響 現在我也不知道 人要當3D搞一搞這個宗旨碰撞機 是不是美國就引起經濟崩潰 這次有一批科學家搞鏈子力學的 就認為與宇宙萬有是彼此相關的 還有一個implicious order 就是還有一個現場的秩序在一切的後面 所以這個現場秩序你這邊搞 可以相關的 引起很遠很遠的地方產生後果 說不定 我就是 但是很奇怪 真的 你運作這個碰撞機 美國經濟就崩潰 是不是有關係呢 我也不知道 不過 資本主義的金融的剝裂就來臨了 這個金融氣洞究竟是什麼東西 我要搞好久才明白 因為我不是搞經濟 我過去對經濟沒有興趣 所以我現在沒什麼事情 因為我不追經濟的東西 所以我也沒有怎麼投資 所以我現在挺好的 什麼崩潰我也沒問題 但是最近有一個問題 我就開始要跨點時間研究一下 搞清楚經濟是什麼東西 那事實際上原來來自70年代 70年代 是石油貴了 過去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 是要靠工業的實業來帶來增長 所以所有的錢都跟實業有關的 但是到70年代 石油很貴 美國工業的衰退了 美國到現在也出產的東西不多了 都靠中華賣東西給他 中華出產很多 但是美國沒有 但美國沒有工業衰退 但是他怎麼把錢搞起來 他通過金融來搞起來 那麼這個金融 金融也搞起很多錢 這個金融市場是一個人類的神話 叫聚寶盤的神話 自古以來我們都有神話說 如果有個盤你找到了 把錢放進去 它會變成很多錢出來 這個就是聚寶盤 這個聚寶盤本來只是神話 但是資本主義就創造了這樣一個神話出來 所以你只要把錢進去 它會自動增長的 這個也是有一個道理 就是你弄出一個東西來 一個金融的市場 然後你把錢放進去 那麼我發現你也放進去 它慢慢地增長 我錢增加我再放進去 還繼續增加我再放進去 那麼我不是越來越多 越滾越多錢 那不是很好嗎 我們在資本主義社會生活 不會從前中國做要36 不做要36從前 到資本主義不是 我根本不用做 它就不斷增長 只有錢放進去就增長 那不是很好嗎 但是這個增長不會永遠的 當所有人都把錢放進去 但是慢慢慢慢這些錢還是到一個極限 我們在這個環保問題有一本書叫 the limit to growth 增長的極限 增長的極限 自然的資源是會有極限的 金融也是錢也是有極限 世界所有錢就是那麼多 你不能再找到更多人來 所以我說到什麼時候你看到金融一定崩潰呢 這是當老婆婆也買股票的時候 當某大批老婆老公站在銀行門口在看的時候 那就是崩潰的前期 那就是崩潰的前期 所以你要注意 反看了現在馬上把東西賣掉 為什麼 因為金融界的大財難 他們把可以有錢的人錢都拿走了 信上來還有什麼人有錢 就是老婆婆老公公他們一生出上來的錢 所以這個說明理債券就你買 就是老婆婆可能老公公他有一百萬 他放在銀行 那麼他只是放銀行而已 現在確認銀行的利息太低了 你投到這個明理債券 反正利息更多 為什麼要叫你把錢投進去 因為他已經沒錢了 所以叫你投進去 你以為那個錢在增長 所以他已經有個洞破掉 已經留下了 留走了 但是把你錢拿進去去填那個洞 所以當然填不完的 所以慢慢當老婆婆老公錢都用 都填進去都完的時候 這個崩潰就來臨 那麼這個金融的 金融 因為廣東話只有兩個字乾三反 廣東話叫金融 叫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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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兩個都弄亂了 這個金融 市場上是一個巨保盤 要你把錢放進去 但是到一個極限的時候 它就會衰退了 本來衰退是很正常的 過一下它應該再增長 但是美國現在就大財難 他們就把那個衰退 把它守住 怎麼守住 就是把它再弄一些假的東西出來 你以為很值錢的 再賣 它就可以得到更多錢 放到巨保盤裡面 這樣它不斷在賣這種假東西的時候 你慢慢慢慢 更多錢進去 它就維持繼續的長期的增長 那麼 究竟是什麼事情 所謂次暗危機是什麼 次暗就是 因為大財難民都要放債 你借他的債 他就拿你的利息來賺錢 現在的資本主義是一個 舉債的一個制度來的 聖經就叫我們不要舉債 不要欠債 欠債就給人控制了 所以我太太就非常守著這一點 她一有錢就還錢 所以銀行對我們都怕 銀行看到我太太去 你要還錢啊 她希望你不還錢 繼續拿你的利息 但是當有錢 有一點錢的人都給到用金的時候 她就叫美錢的人 美錢的人就是你買個帆子 反正不用工手持 我給點好處送個電視機給你 她真的送電視機的 然後你幾個月之後才交利息 忠實你沒有能力 我就借錢給你來買一個帆子 那麼借錢給你沒有能力就來買帆子 然後她還是有機會搞到點錢來做供給 投資銀行等等 那這樣看來這也是個賺錢的方法 所以這個次暗危機就是擴大進了市場 把所有的 每一錢的都找來哪裡的錢 我又沒有說 跟我一天的都要 你不願站在喎 我應該會不會 看來我 你不是想睡覺